4. 經濟日報 旅遊新格局 線上線下走向融合 2015年7月14日互聯網加11關臨關臨紅紅火火的在線旅遊記 改變了人們的旅遊理念和旅行體驗,也草言衝擊著旅遊業傳統的市場格局 在線旅遊企業和傳統旅行社指示處在旅遊產業鏈條的不同位置 未來可通過線上線下的融合實現互利共贏除在線旅遊業的興起、 信息查詢、產品預定、服務評價等環值相繼搬到線上 人們可直觀地看見旅遊產品的說明,並進行對比 這使得原本複雜的購買過程,動一動手指便能完成 近年來,搭乘互聯網加快車在線旅遊企業已曾得到快速發展 但它也給傳統旅行社帶來了不少衝擊,旅遊行業的格局正草言發生變化 在北京從事設計工作的吳徒是一名資深勞友 閒下時,它常與行忙做伴遊樂山水之間 它的手機裡安裝著多款旅遊App軟件,對景區門票、機票、 酒店的打折信息療如指掌、如今,像吳徒一樣的路由已經越來越多 只需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來一場雪酒就酒的私人定制旅遊 同情旅遊高吳劍告訴機者、互聯網的發達、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支付方式的轉變 讓線上旅遊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他雪、在端五小場價預訂渠道選擇上 同情遊客在線預訂的訂單佔了近八成 以官置庫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 我國在線旅遊市場交易規模達947.6億元,還比上漲9.4% 同比上漲51.3% 巨大的市場空間堅定了資本投資在線旅遊業的信心 5月11日,桃牛旅遊獲得5億美元投資 5月26日,葵程旅遊獲得Prisaline集團2.5億美元的投資 6月1日,盧媽媽旅遊網獲得敢干國際集團5億元戰略投資 緊接著、銀湖投資集團領頭的5億美元投向了去乃兒網 然而,看此熱鬧的互聯網加旅遊,指示燒錢搶市場的紅火 人們想通過互聯網提升旅遊服務質量以及增強旅遊體驗的預期並未實現 跟其吐牛的斷工危機,去乃兒網遭到酒店集體抵制 其背後折射出Touch對線下產品供應的簡單依賴 從這個國度來看,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怎樣用互聯網的力量解決旅遊行業線下的體驗 敬旅網C.E.O.藝場人認為,I.O.就了到線上開設體驗店 是一種必然選擇、諸魚、攜程、同情、塗牛等 都已在意三線市場拓展線下門店渠道 吳健表示,旅遊I.O.是互聯網家這一趨勢與旅遊業商結合的關鍵路徑 對於同情旅遊的整個休閒旅遊佈局具有戰略意義 互聯網時代,無論是前端的旅遊消費需求 還是後端的資源供給,都在快速發生改變 我們必須比潮流跑得更快 他透露,到今年年底,同情旅遊的線下體驗店總數將達到100個 覆蓋全國100個城市,形成百成百點的佈局 在開電規模和覆蓋區域上形成領先優勢 在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大賓看內,互聯網加旅遊 要回到互聯網加,而不是簡單的加互聯網 戴賓認為,Ultra與傳統旅行社之間進行的並不是一場博弈 而是分別處在旅遊產業鏈條的不同位置 通過雙向融合發展,兩者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共贏 比如,旅遊產品越來越豐富,消費者選擇免根廣 價格越來越理性,服務越來越周到等 記者注意到,目前不少傳統旅行社也積極擁抱互聯網 推出自己的在線旅遊服務 6月24日,港中旅對外宣布,將其下的中旅總社與芒果網合併 合併後的芒果網將定位為 O2O一體化的綜合平台,並依托中旅總社海內外線下資源 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 中國國類,順應移動互聯網趨勢 推出普攻英美店、旅遊電子合同等服務方式 讓消費者充分感受互聯網時代下的智慧國類 這是市場自然進化的過程 中青旅澳遊網CEO 洛海清表示 作為傳統旅遊公司中的一員 中青旅對互聯網旅遊也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專營 洛海清說 中青旅近期發布了澳遊網加戰略計劃 提出新的旅遊行業O2O發展思路 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和傳統旅行社專業服務能力的整合 把中青旅以及全國兩萬多家傳統旅行社 全球範圍內數千種的地質服務 億萬旅遊消費者動員起來 以此挖掘潛在性的消費需求 旅遊專家劉詩敏認為 總體來說 未來線上線下旅遊服務肯定是走向融合 在線旅遊最大的優勢在於銷售和資源調配 但還須要線下門店的服務 而傳統旅行社的地面網絡是它的優勢 也可以做平台化 雙方都在相互加入 融合發展 他說 surfboard 陛下 在街上 對 透明 你 全部 從 在地面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